美国区域银行倒闭 电子类股库存过高 全球央行是持续的升息 在各种利空的冲击之下 台股完全是逆势抗跌 今天盘中还能再创今年的新高 虽说盘只有小涨18点 但是台股的多头格局已经确定了 今年的投资重点还是在于选股 本周我帮大家选出来的AI记忆体概念股 今天可以说是全面起涨 华邦店 群联 仪鼎 典序 全面再创新高 AI的大主流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 下一波换谁涨 今天的节目你还能错过吗 投资握力放远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面巨道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操盘手 其实最近的台股啊 从我们星期天跟大家分享说 台股会震荡走高 你有发现台股就真的震荡走高 为什么 因为台股现在并不是一个大多头格局啊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现在的台股就是跳恰恰 它不会一直往前冲 还没有到一直往前冲的时候 台股就会持续的震荡震荡在走高 但是在震荡走高的过程当中 我想啊 很多人都是在高 去买 低又把它卖掉了 那如果你能把它反过来的话 我认为你这一波啊 就会赚钱 那你会发现很多老师都带你去追高追涨 那最后的结果啊 都是不太好 那你看一下我们怎么操作 其实我们每天跟大家讲的 好像老师你讲的都一样耶 那问题趋势就是跟我们讲的都一样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部分 我们先从国际股市跟大家分享 你看国际股市我们每天早上跟大家分享 有没有 你看盗琼股价指数 我说这边就是一个底部 我昨天前天就跟大家分享 准备突破这个区间 今天早上看到是不是就突破了 这是早上我帮大家画的 那为什么美国会突破 你会发现啊 升息已经到了终点 今年最多再升息一次 升息一次完的话 你看这个点状图啊 2023年最高 然后2024年慢慢开始往下降 也就是说呢 已经市场预期要开始干嘛 要降息了 那我一直跟大家提醒过 你看股票你是要看未来 而不是看现在也不是看过去 现在还在升息 那三个月过后呢 五个月过后呢 今年年底会不会降息 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不要看到现在一直升息 一直升息 资金又紧缩紧缩 再紧缩 股市没救了啦 不是这样看的 好吗 股市是看未来 所以国际股市早就已经持续向上涨了 如果你去看废贩指数的话 废贩指数根本是再创新高 好所以国际股市持续上涨的情况之下 那台股呢 台股走势更强 那台股从技术面来看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说台股你要从技术面去看的话 最重要是形态 对不对 再来是指标 再来是单日K棒的强弱 那单日K棒的强弱 它指标不要弱道去破坏这个形态 那多就是多 空它就是空 那形态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分享好久 好久 我从我讲头肩底开始 大家跟我讲 那我现在继续讲头肩底呢 没人跟我讲 那等到我继续讲上去 等到突破了以后 又有人开始跟我一起讲说 头肩底 头肩底 你看早就跟你说了 其实最早 在讲头肩底的就是我嘛 对不对 好你看头肩底都帮他画出来了 现在呢 就是在这个区间震荡 那持续的震荡当中 是不是就在这个区间 这边区间 到目前为止呢 他只要不要跌破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没有跌破呢 其实头肩底的形态 都是持续确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图 今天图我们看一下电脑的部分 今天电脑部分 你看一下今天是不是 再创新高 有没有 再创新高 那也就是说呢 今天开高之后呢 又有部分的人 开始很担心说 清明年假有 下星期有123 没办法交易 会很担心啊 就开始 风高卖 风高卖 那这些人是卖对还是卖错 我认为 卖错的几率 蛮高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几天也跟大家讲说 你看新台币兑换美元的部分 美元兑换新台币 美元兑换新台币的部分走势非常的强 那代表什么 外资是持续的汇进来 外资没有跑啊 他没有离开 他没有走 所以外资没有走 那他随时就会进场买股票 所以你看我们的预期完全正确 这一周呢 台股修正 那谁在买股票 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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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持续买股票 本周大概买了 270 280亿吧 好 那既然外资在买方 投信也在买方 投信 自营商通通在买方 那你说 现在的股票 是谁在卖 很明显 就是散户啊 最近有很多 那个粉丝朋友 在我的line上面问我 就是前 星期二 星期三 台股在跌得比较深的时候 台股还有旧吗 现在是不是要做空了 那也有什么媒体 什么大师 技术分析大师 说可能下一季要走空了 我告诉大家 跌不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市场上 有很多的利空啊 股市都不跌了 那利空都没有办法 把股市给打下去 那你说未来 没有利空了 股市不就是会涨吗 所以其实我们早就预告在前面 你看 3月26号 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说 下星期台股会 震荡走高 你看 是不是震荡走高 有没有 震荡走高 震 走高 震走高 是完全命中 好 再来呢 你看一下我们那一天 星期天就是 上个星期天 跟大家分享的 震荡走高之后 我说这几天会持续的震荡 3月27号 星期四星期五上涨的几率 会比较高 所以你看 星期四星期五就是今天 今天跟昨天 有没有上涨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跟昨天 今天跟昨天是不是上涨 怎么一直跳 今天是不是在这 昨天在这 老师今天收黑 今天收黑还是涨 没有大涨 没有大涨怎么办 还是涨 那你说 昨天老师 你不是说预测不准 要加把伺候 昨天加把是什么 昨天加把吃榴 榴莲 榴莲的话 其实还在 昨天拿出来 整个办公室都吓死了 因为真的味道很重 那你说 现在看这个看不准 真的要吃下去吗 我告诉大家 我们还是准的好不好 所以不要骗我吃下去 这个 我昨天特别把他 就是听说什么 动起来会 比较可以吃 那动起来到底 会不会比较好吃 等一下 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先看一下大盘 大盘的话就是持续向上 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多头格局 它是完全没有变的 变得只有各位的心 所以你看这一波 最准的是谁 如果不是我的话 可能没有别人 你看一下 今年半年以来 这半年以来 我都跟大家讲的这么准确 我还可以跟大家讲到 星期四星期五上涨 你看星期四星期五 有没有涨 有嘛 好所以我们不用加把次 而且我持续跟大家分享 3月28号也跟大家分享 星期四星期五 买盘逐渐回容 你要投资就趁 1 2 3 这三天 有没有 好所以你看一下 这一波我们对于大盘的预测 几乎根本就是百分之百命中 从去年10月25号 我在这个底部跟大家讲说 请大家不偏不倚持续看多 对不对 千万不要乱出场 结果你看 是不是一波向上涨 涨了2334点 再来呢 12月16号我说修正 还真的修正呢 12月16号 你今天操作车 最好增加现金的部位 你有发现很多啊 就是投资的节目啊 都只会每天跟你讲 多多多做多做多 跌下来多震荡多 先下后上通通多 有没有哪一个老师 在修正之前会先跟你讲 说要增加现金的部位 增加现金的部位完之后 来你这边是不是又可以 进场买进赚更多 再来12月27号 大家在这么悲观的情况之下 只有我跟大家讲 政府超受了4500亿 大盘啊 后续向上涨的几率是100% 为什么 因为要发消费券 振兴券或发现金 所以你看后续是不是大涨 完全印证 再来呢 3月9号 在SVB 重点是在SVB啊 出问题之前 3月9号我就跟大家讲说 短线啊 美股有点状况 美股有什么状况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但是我看得出来就是有状况 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3月9号 我说要修正 结果3月9号在这 我说修正 还真的就修正了 直接跳空向下 再测一次颈线 就是那个头肩底的跳空位置 那跌下来跌到这么深了 以后在3月15号 我跟大家分享说那个SVB的问题啊 根本不是问题 我说不要担心 后续还是偏多 所以你看后续果然就继续向上涨了 所以你看我们的LINE 是不是可以说是完全命中 而且每次在最关键的时间点 最关键的时刻 我都给大家一些小提示 所以你还能不加入我们的媒体频道吗 所以还没加入我们LINE的朋友们 现在就加入吧 打开你的手机相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账号 如果你想用关键字的方式搜寻 请你打 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那至于大盘的部分 我们讲的那么准 那也没有个股 我们的LINE也有送大家 就是比较 我觉得不错的股票 你看一下 比如说像最近我跟大家讲 3月30号 我说生机类股 前几天跟大家讲说 大家那么喜欢宝瑞 但是宝瑞已经长起来了 你何必去追呢 前几天节目讲的老师今天 还有没有在讲 宝瑞 大概避之唯恐不及 不干我的事 长得才算我的 没有长得都不干我的事 你看很多老师都这样 那我呢 我说你这么喜欢生机类股 那没关系我们挑给你 好你看我们挑给你 我挑什么 寄生鱼啊 它是合生量啊 寄生 在长家智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档的表现 有没有 这礼拜你买都是赚钱 有没有 这礼拜你买都赚钱 老师没涨停 你说不定这几天你再看 底部布局啊 下星期说不定 就会涨停 你看很多老师在跟你讲 涨停版的股票 你每天去看涨停版的股票 你喜欢看 讲涨停版的老师的话 其实很简单你直接你把你的系统打开 每天这边都有涨停版的股票 今天华府为什么涨停 今天长科为什么涨停 今天宝胜光学又涨停了 好开心啊 你还是你 你的操作还是赔钱 为什么 因为这种股票你根本买不到 那我们呢 我们都是讲准备要起涨 正要起涨的股票 真的涨起来 我才跟你讲说 真的有涨 你看涨起来了 那我们要下一档在做什么 这就是我们节目跟其他节目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寄生鱼和声量 是不是从底部开始 不断向上跌高 长家智能呢 有跌吗 底部让你进场去做布局 那我们这个星期聚焦的哪里 聚焦的记忆集 我说你看从这个星期 我跟大家分享星期三 星期三啊 集邦 说低润价格还没跌完 很多投资低润 很多投资记忆体的朋友 投资人 看到这个新闻 你会怎样 哦完了 记忆体没救了 赶快出掉 那我们跟大家讲什么 利空不跌 而且呢 AI他需要记忆体 AI需要记忆体 因为他需要很庞大的资料库 去做学习 他需要庞大的资料库 他才能做学习 才能变得更聪明 所以在AI的带动之下 我认为记忆体啊 是走长多 那你看 乙顶 昨天涨停 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老师今天收黑 我有叫你追高吗 没有我们是不是讲说 讲在黑黑的地方 点续 是不是持续的再创新高 有没有 一路一路的不断的向上走高 群联 跟你从黑的 跟你从黑的也敢讲 这是不是星期三 这是不是星期三 这一根 这一根是不是星期三 有没有看到 这一根 这一根星期三之后 收黑买 你今天是不是长上去 还是你喜欢买收红 然后跌下去 收黑买才便宜嘛 大家不是都会讲 逢低买进 逢高 卖出 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每个人都在讲 每个老师都在讲 结果你加他会员 结果他都带你怎样 高出 低停损 要不然就是实赖的不停损 你看在华邦店的部分 是不是也跟你从黑黑的 黑黑的 黑黑的 这是星期三 星期三黑黑的跟你讲到 今天一度是涨7% 连华邦店都会涨7% 你说 是你们较劲 有啊不好意思啊 真的是有较劲 而且我们是赶在 收黑的时候进场去买进 24.85% 星期二就进场了 星期二是不是领先市场 提前顾许 是买在这边低点 买在黑 跟你赚到红 还是你喜欢去看那种 红红的一直红的 结果忽然大跌 没有吧 你看是不是有图有真相 而且我们有没有在 我们的LINE上面 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LINE直接跟你分享 一定 点续 华邦店 群联 这礼拜 是不是全部上涨 我们是今天 涨起来才跟你讲的吗 3月29号 那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讲的 对吧 其实我们讲好久 而且提前带我们的会员朋友 提前去做布局 然后你看今天的新闻 3C减产机体 业界按个赞 诶 你会发现 我们又领先市场了 你看 当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呢 只有我跟你讲说 very good 然后呢 大家开始在慢慢看好的时候呢 一堆人又进场去追了 那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 我要出货了 对不对 所以你投资股票啊 就是要领先市场 你看我们再次的领先市场 你要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你才能买在低点 赢在高点 那你要凭什么领先市场 那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你看 你就这样 融合总经面 基本面 技术面 产业面 消息面 你要面面俱到 你不要老是看到红红就去追高 追高追涨停的下涨 你看像宝瑞我们不用讲太多了 宝瑞的部分 如果说这根涨停没买到 你很可能买在这边的高点 因为你这边没买到狠气 一开盘开高 充800 你觉得800块要突破了 赶快进场去追 结果你很可能会追在哪里 追在这边相对的高点 追在这边相对的高点 你追在这边相对的高点之后呢 一波往下跌 其实整体来讲 这个还是多头格局 修正一点点而已 而问题是 你买在最高点 修正一点点 对你来讲可能就是10% 20%的损失啊 那你会不会很紧张 结果他可能后续呢 他涨起来 小小涨一下 你赶快 没赔钱 出掉 结果他要继续向上涨 你会发现散户 大部分的投资人 都是这样的情况 不断的重复 重复 再重复 最后都是赔钱 你又看到贝利 贝利是不是也一样 你看一下贝利这几天呢 是不是很多人都说 我有贝利拿几天 来这几天 我有贝利 赶快来跟我买下挡贝利 贝利要涨了 结果贝利凹起了 你下挡贝利是不是也凹了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又或者像什么 新普啊 新普生家族啊 最近 我看 我好像也要去 那个 我朋友说 我越来越像新普生的爸爸 为什么 因为这边越来越厚 越来越深 看来我们也要去做个医媒 好 来这不是重点来 我们看到 新普啊 这两天大涨 又一堆人在跟你讲说 新普很好 怎样怎样 结果今天大跌呢 又不干你的事 好这边新普啊 除了这个重点之外 我还跟大家分享 你从新普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 你会发现啊 当大盘啊 前三天 就星期一星期二在跌的时候 新普是逆势抗跌 而且是向上攻高的 有很多老一派的分析师啊 会跟你讲说 像这种股票 它就是什么 强势股的象征 它是强势股的象征 也就是说大盘在跌的时候呢 新普它的逆势上涨 那如果大盘未来涨起来 它股就会涨更凶吗 我告诉大家 错误的观念 你从新普 就可以很看到 看得很明显 今天台股是上涨的 但是新普却大跌 那你说这边逆势抗跌能保证 你后续大盘在回稳的时候 它就能继续向上吗 我告诉你 这只是偶然 好不好 我做过股票太多年了 以前呢 我在刚开始做投资的时候 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操作 结果大概十次啊 十次有大概七次八次都是输钱 我告诉大家真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一个很 好像有点逻辑的方法去看股市 就是说 大盘在下跌的时候 股票能逆势抗跌 甚至是向上涨 那它后续等到大盘回稳的时候 它就会继续向上噴 不是这样的 你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什么 未来性 有未来性的股票 即使最近跟着台股在往下跌 那台股在涨起来的时候 它也有可能会一马当先 继续向上涨 就好像我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 其实也说人要有梦想 不然跟咸鱼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跟你分享 股票也要有梦想 没有梦想的股票 基本面再好 它都没参没当 比如说 红海 红海它已经编织了很多的梦想 基本面也非常的好 但是没参没当 就是没参没当 做红海不是不好 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定存股 基本面不棒 不会涨 为什么 缺了一点梦想 股价又太高 没有梦想的股价 应该说不是股价太高 股本太大 所以涨不太动 所以没有梦想的股票 没有未来的股票 你要赶快卖掉 好 什么卖 哪一些股票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观光嘛 观光为什么没梦想 因为很多利多都出来了 它没有办法大涨 也就是说它之前已经涨完了 之前该涨的都涨完了 那还有什么 航运 航运类股的话 因为过去来讲 是受疫情的影响 受疫情的影响 所以运价是大涨 那现在还有疫情吗 大家越来越不戴口罩咯 你是不是没戴口罩了 好巧 我也没戴 现在大家越来越不戴口罩 也就是说疫情的一个 就是慢慢结束了 疫情状况慢慢结束了 你看过去这两年 长荣发40个月 发40个月 这不是暴力 什么是暴力啊 发那么多人家都羡慕死了 但是以前他们发不出年终的时候 大家能讲什么 我只是说 好像就是反正一次把它赚回来 对不对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航运类股的话 未来很难再像 就是这两年这样子 有那么大的多头 所以我认为航运 观光受疫情相关影响的产业 会越来越不受市场青睐 所以你看像八方云集 是持续的往下跌 对八方云集 好再来呢 还有瓦城也是持续的往下跌 当然也有例外 就是熊师 熊师是持续往上涨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就算再怎么烂 10党类股族群 就是同一个类股族群 10党里头总有一两党 是表现不错的 就好像一个班上 假设这个班是放牛班 放牛班总有前两名的同学 也是有机会考上建宗本一女的 就是考上第一支院的 是不是有可能 有啊 所以熊师表现得很好 不代表说其他类股都会表现得一样好 那你会发现这个类股族群不受欢迎的时候 10党股票有8党股票是跌的 只有一两党股票是涨的 那你觉得做这个类股族群容易赚钱吗 不容易啊 好那不要说我们一直唱衰他 那我只能说拜托大家如果反弹无力的话记得要换电子类股会比较好啊 因为今年来讲电子类股啊走势比较强 特别又是AI相关的族群 我们会验证给大家看 在长农的部分你去看不管长农阳明万海四围行 慧阳其实表现都没有很好 那你看长农行的部分也是一样 涨上去涨不太动 又好像要往下跌了 那军工相关类股啊这一波是真的涨太多了 很多利多啊都涨不太上去了 所以呢雷虎的部分也有可能就是说会持续的修正 但是因为乌尔战争还在继续啊 所以我认为军工类股还是有看头 只是会暂时出现比较明显的修正 因为你看真正正统的军工其实是汉翔 汉翔都无以为继 每次都上影线 每次都上影线 上影线完就跌下来 你说这种股票好做吗 不好做 那我认为啊其实 投资跟人生一样啊 你专注做好一件事情就好 你看我们专注在哪个领域 我们最近就是一直专注 我就跟大家讲 AI就是大主流 AI就是大主流 那很多人以为就是 AI就只有创意力望的灵群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AI一直在蔓延蔓延开来 从IC设计到记忆体 从记忆体到伺服器 伺服器到高速运算 所以你只要掌握这个AI大主流 看对股票 重压布局 你不用花心 你就做AI就好了 专注你就会赢 那四档股票 你只要四档股票啊 你只要一档赚20% 你四档股票就可以帮你翻倍赚 好你看一下 要怎么赚 之前高值利率的股票 我帮大家选出来 我说有联发科 林通 台新科 安基 其实最近来讲表现的不错 那我们特别讲一下联发科 联发科是IC设计的 你看一下联发科的部分 联发科的话 今天是收红准备要再挑战新高 这一波你会发现 他的趋势 一波 来这边 一波比一波越电越高 持续的向上涨 这个就是多头格局 你看多头格局 已经确定了 那也就是说呢 联发科 有可能在短线上 持续的向上 再次挑战800块的高点 那联发科 我知道好贵 又涨得好慢 有些时候 那既然联发科上涨 我们就再去观察一下 其他同类股族群 有没有跟着一起涨 创意今天也涨起来了 N31今天是再创新高 所以包含西智材IC设计的股票 有可能会经过这一波的修正完毕之后 又再次的转强 好所以我认为啊 这一波啊 从记忆体之后 封测过后 大家又可以回到什么 封测 西智材相关的股票 好那在四星的部分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我们已经做过一波了 我们做过四星一波 已经赚了差不多快30% 你看我们是有进有出 3月15号 1050进场 来 1300块全数获利了结 有进有出获利是最真实的 好所以呢 四星我们会找到机会再次进场 但是呢 现在以四星来讲 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那么高 我不太喜欢 我的会员朋友 或者是 跟我有关系的投资朋友 去做追高的动作 我比较希望大家能低买 高卖 买在低点 你才能赢在高点 所以要是我选择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这档秀才奇马 它一样是IC设计的股票 它已经打底了 打了快要一年 这是周线图 你看2023年之前 盘整了半年 今年也都在盘整 快要一年 大概八个月的底部 底部就是成型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像这种底部成型的 如果一波向上 可能就是40% 50% 那就是重压布局啊 你重压布局40% 50% 100万不是就变成了 140万 那500万不就多了 200万出来了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所以你要这样才有赚钱的感觉啊 好 那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这我看到什么 大陆有一个很红的电影 叫什么流浪地球 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用在投资上面也是一样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对不对 安全第一条 所以你投资也是一样 不要很多老师都每天跟你讲涨停板的股票 然后跌下去跟他没关系 你看一下我们呢 好我们呢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南电有没有 南电跌下来 我们有没有说我们有 来我们看一下 南电的部分 南电这一波 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已经做了两次 我觉得南电是蛮强的 你看这边240买进 我们265卖出 有图有真相 240买进 265卖出 这做了第一段 然后之后呢 我看他跌不太下去 盘整差不多了 我们在261.5再次进场买进 有没有比卖价还要更低 再赚他一次 来 买完之后 261.5买完之后 就持续向上不断的大涨 大涨完之后呢 最近因为受到台股修正的影响 他跟着修正 那我说 你看 我们没有卖 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说 我们没有卖 没有卖以后呢 我说后续再涨回来 后续会涨回来 因为这边跌下来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们呢 买在这边 跌下来我们还是赚 如果你是看着我们节目 我们公开之后 你才买在这边 那你这边是不是比较危险 所以我带给我 会员朋友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 我们是买在7张点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安全 我给会员朋友试试 无比的安全跟信心 我们买在低点 赢在高点 震荡不用怕 你看今天 是不是又涨回来 准备要再创之前的高点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啊 对不对 安全第一 有安全才有大赚 再来讲到资源 很多人看到资源 老师在击击啊 没救了啦 击击没救了 其实我们还是赚钱 我们又不是带 你看很多人可能 很多老师是带 就是会员朋友买在这边的高点 就这边跌下来可能输不十几 二十趴 我们是买在这边低点 涨上去跌下来反弹 我们还是赚钱啊 有没有 我们还是赚钱啊 我们有差吗 我们有差吗 今天是多少钱 都赚钱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投资啊 你要先有安全 安全的重压之后 你就会大赚 就像我们最近一直跟大家讲 火热的心是哪一档 围影吗 围影我们也不多说了 你看我们是买在哪里 我们买在这边的低点 然后呢 他就一路向上 持续的不断的向上走高 走高到今天呢 你会发现中间经历了一个涨停板 到今天还在不断的向上垫高 我们没有加码 我们没有加码 让会员可以报得非常安心 因为是持续的获利报 你看 买在这边 我们买在这边的低点 买完之后一路的向上走高 对 震荡与我何干 没有感觉 没感觉 因为我们都有看基本面 营收持续向上 美股影与也是持续的再创新高 较劲 有没有 935进场 现在几块了 现在是一千一百一千 一千一百二十五 大赚是不是超过25%左右 是不是大赚超过差不多25% 一百万多了 一百万多了25万出来 那你说五百万可以多多少 五百万不就多了一百多万出来 这样的赚钱才有感觉嘛 你要不要每次赚那三千五千块 你要多吃一个便当没意思 多赚一点带家人去吃一个比如说高级餐厅万豪酒店之类的 这样才有面子 赚钱才有感觉 那你看我们就是持续不断在AI相关类股当中 不断的去找标股找标股找标股 你看我们从伺服器跟大家讲 你看这档伺服器 唯一你嫌他太贵 那没关系伺服器的概念股啊 我们还有啊 你看我们讲完之后 我们进场之后就持续向上涨 又是买在起涨点 不断的向上跌高 他是谁 他是技嘉 有没有买在这边起涨点 你看买到起涨点之后呢 这几天收黑 我也持续的跟大家分享 没在怕的啦 结果呢 你看这两天是不是跳空向上 今天还维持在高点都没有 没有跌还是稳定的向上涨 对不对一百万又多十万出来 五百万 五十万 多五十万出来 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是不是有较劲 一百二十块进场 重压布局 再来呢 你看同一个族群就全面上涨 就像我讲的 同一个族群全部都在涨的时候 你去做这个族群 你赚钱的几率 是不是高多了 所以啊 你就算没有跟着我们一起买 对不对 你看着我们抓住的族群 你也都赚钱 你业达是不是持续向上 广达也是持续向上 那再来 你看哦 神奇的地方 又要再验证我们的奇迹 我们每次都买在 奇长点 你看哦 我说伺服器过后 我要帮大家找到一个 准备要向上涨的伺服器相关的股票 这一档呢 我们没有给他命名 这一档是电信龙头的子公司 专门做什么 网路租借宽频服务的 你看一下我们从28号开始 跟大家分享 你看收盘价在这 收盘价在这 每天在不断的向上 突破昨天的高点 3月29号又震荡一下 3月30号直接甩开 昨天的收盘价 就持续向上了 那今天呢 又再甩开一次 昨天的收盘价 那不就是持续走高的意思 因为为了会员潜意 现在涨还不够多 所以我们还没公开 但你看我们是不是领先市场 那报纸现在才在写 云端三雄抢搭GPT的热潮 我们伺服器我们干年股已经做好久了 我们已经做到赚到不行了 然后你才在看这个报纸 你才去买云端 才去买伺服器的股票 你又再一次的落后市场 所以你投资股票你要赚钱 你一定要领先市场啊 你看今天的新闻嘛 Intel推新品伺服器利多 你看到伺服器利多 又赶快去买伺服器 你现在是不是去买 又追在高点了 所以你投资股票 你不要老是跟在新闻的后面 你要走在新闻的前面 你不知道怎么走到新闻的前面 很简单 加入我们的团队 你一定要什么 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你才能买在低点 赢在高点 那我们最近跟大家分享说 来日月光上涨 新闻也稳定向上 底部成型 细格 哇你看这个平台整理 整理的多漂亮 那是封测族群 要全面向上 那封测族群 前面向上 你说 那个新闻啊 细格金元店 这些股票 涨幅不够大 他点数是3% 5% 10%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从 封测族群里头 去找什么 找比较小型的 有赚钱 未来有前景的 甚至是搭上 人工智慧的股票 最棒 所以呢 我告诉大家 人工智慧的股票 下一波 很有可能会在 封测的部分 从封测之后呢 很有可能会回来到哪里 刚不是跟大家讲吗 IC设计 IC设计 这边 有没有 刚刚的连八颗 对不对 还有那个 创意 都开始打底了 所以我觉得啊 现在封测完之后 有可能再回到 IC设计 所以在封测的部分 我们这档 鲁冰花的部分 昨天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涨 昨天分享 今天就涨起来了 所以你还没有跟上 这一波多头的节奏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因为AI的股族群 你看 从我们节目开始 我们就不断验证 从IC设计 到高速运算 到记忆体 到现在的封测 那下一波 换谁涨 很有可能是 IC设计 所以你还没有 跟上我们的脚步啊 你一定要务必 锁定我们的 LINE的频道 或者是啊 你可以直接 加入我们的行列 直接跟着我们 直接 透过这一波 最大的优惠 888优惠 我们直到今天 跟上我们的脚步 一起投资 AI大主流 今天呢 是廉价的最后一天 祝大家 廉价愉快 我们下一周见 拜拜 投资握力 放眼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 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 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 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 记得要按赞 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哦 摩尔证券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